这时候调查局的人来到了警局 依照约定布兰达不得不把目前搜集到的证据都移交给了他们 这领布兰达非常无虞 可就在调查局的人走后汤米告诉布兰达 调查局在过去的两年内一直把这起案件当成攻击国税局来调查 其实你的推测是对的 为了保住面子他们也不会承认 与其撕破脸不如让他们调查他们的 咱们调查咱们的 不得不说在为人处事上汤米要比布兰达圆滑得多 于是布兰达朝着自己分析的方向展开了调查 他把凯文申请加入消防局时给他做精神评估的医生找来 医生告诉布兰达凯文有非常严重的自恋行人格稳案 他认为自己应得的太少 还觉得自己有与生俱来的超能力 是食物链顶端 所有阻碍他的人都应该被消灭 这个人远比他们想象的更加可怕 看来必须抓紧时间找到凯文了 这时候警员根据在救护车上找到的子弹找到了匹配的手枪 在1965年有个叫谢尔曼的人在自己家里用枪打中了一个闯入他家的人 这把枪就是登记在他的名下的 可谢尔曼当时就已经71岁了 现在别说住哪了 人还在布在了都瞒说 一名警员提出他们可以从社保账号着手调查 只要谢尔曼还在领取养老金就可以找到人 于是根据这个信息警员们很快就在一家养老院找到了谢尔曼 可当他们赶到的时候谢尔曼已经死了 通过询问护士警员查到有个名叫鲍博的护工一直跟谢尔曼在一起 他还拿到了鲍博的照片 而这个人竟然就是他们一直在找的凯文 除了这些警员还在谢尔曼的房间找到了杀害两名救护员的手枪 还有20多瓶的解净药 而这种药如果摄入过量会导致心率加速呼吸困难还有瞳孔扩大 布兰达总算知道凯文是怎么骗过救护员的了 但让布兰达疑惑的是凯文为什么要弄20瓶解净药 离获救护员也不用吃这么多吧 现场还丢了好几瓶氧气管 看来凯文一定是在筹划什么事 但到底是什么呢 这时候警员询问布兰达 护士问他们什么时候能勘察完现场 养老院要给谢尔曼筹备葬礼了 听到葬礼两个字布兰达一下子想到 死去的两名救护员的告别式是不是就在这两天了 而汤米告诉他告别式就在四个小时之后 布兰达立马带着所有警员赶到现场 几乎洛杉矶所有的消防员都参加了这次的告别式 凯文一定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的 虽然警员已经在告别式的周围设下了天罗帝王 可布兰达认为只要没找到凯文这场告别式就应该取消 而事实证明布兰达想的一点都没错 凯文竟然假扮成残疾消防员 非常轻易的就混了进来 波普告诉布兰达如果你现在取消告别式 而最后没发现炸弹 那你就要跟局长的职位说白白了 布兰达坚决的说我愿意冒这个险 波普想了想说这个责任还是由我来承担吧 之后他就命令警员通知所有人今天的告别式取消了 让他们尽快离开 而这时候警员也找到了凯文的车 他们没在车上找到任何炸弹的痕迹 于是布兰达决定亲自去车上看看 他要搞清楚凯文究竟想要干什么 另一边刚进场的凯文发现 所有人都从大厅里走了出来 他询问现场的警员出了什么事 警员说告别式取消了 这让凯文非常震惊 于是他不得不取消这次的计划返回自己的车里 这时候警局里的警员也终于搞清楚 为什么凯文要搞那么多的解禁药 因为解禁药是神经毒气的解药 他肯定是想在告别式上释放神经毒气 而他把解药装在了氧气瓶里用来自保 可地下停车场的信号太差 布兰达一直听不清警员在说什么 可这种毒药只要一点点的剂量就可以致命 见电话里说不清楚 警员赶紧往告别式那里赶去 就在布兰达四处溜达找信号的时候 他一转头竟然看到了赶回来的凯文 两人四目相对一下子都愣住了 警员立马上前扑倒准备逃跑的凯文 可凯文全身都绑上了炸弹 他让警员退后 否则就同归于尽 布兰达试图让他冷静下来 他夸赞凯文是最聪明的罪犯 调查局追踪了他两年都没能抓住他 听到这里凯文高兴了起来 布兰达趁机问他 你为什么要杀今天来参加告别式的人 凯文说我要拯救社会 有时候暴力是让人意识到错误的唯一途径 布兰达假装支持他的想法 还让他不要冲动 因为只有活下来才能把他伟大的想法发扬光大 才能真正改变这个社会 就在凯文放松警惕的时候 警员扑上去抓住他手里的引爆器 而凯文手里的毒气罐也掉到了地上 就在两人拉扯的间隙 布兰达瞄准凯文的脑袋开了一枪 凯文当场死亡 警员也紧紧抓住凯文的手阻止了炸弹的引爆 可毒气罐却依照惯性滚了出去 还好从警局赶来的警员及时赶到 拦住了毒气罐 布兰达的这一枪不仅击毙了凶手 还阻止了一场灾难的发生 可却让他跟局长的职位彻底告了别 布兰达不知道现在自己是轻松多一点还是失望多一点 可他却不后悔这么做 如果再来一次 然依然会选择开那一枪 可显然政治更喜欢那些暗张办事重规重矩的人 也许没有当上局长对布兰达也是一件好事 毕竟他的性格太不适合搞政治了